当然也有 但我觉得就像 就是一个秘密 那接下来就是 会有更多 然后还有 然后我们俩就是 就不懂他 那就有翻译器有没有 就是一个秘密 Q歌音乐让生活充满音乐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聆听我的音乐故事 就在乐见打牌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可能我平时不太会去 跟粉丝表达的一些 话 都在这个歌里面 跟大家说了 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我眼中的他们吧 就是那些这样的一个 情感 因为它整个段落就是 有点诉说的感觉嘛 所以可能会稍微的 丰富一点 菌哥 对情感会丰富一点 然后段落也会丰富一点 其实生长就是我们一块成长的意思嘛 就是生长 然后英文名就是相当于就是 我们都是在互相陪伴长大 其实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感觉是 他们的样子 对 对 对 刚刚是他们的声音 就是一个 这个 因为我一种上次 也很棒 对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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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麦克风啊 舞台就是代表着我的梦想 其实还有一张就是 我眼中的他们在做些什么 包括有一些类似于荧光棒啊 这些这样 其实就是讲一下 就是我们互相的一些 视角去看的东西吧 这种画是你自己创的东西吗 不是 因为我自己的画风 达不了那么高的标准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我画的是什么 很多的本机然后在旁边 就是这样 这样都会吸引一些他们的收集性 嗯 对这些 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都是在讲述 对于我的一种 就是 关心啊 就是 担心我的这样一种状态 有些其他风 就是风格就会认为的 当然也有 但我觉得就 算了 就是一个秘密 你觉得这里面每一首歌 就是庆幸最美的时光 都是他们相伴的 但其实就是不如说 有他们在的时光 就是最美的时光 就是最美的时光 首先画过一首单曲 然后接下来 还会有新的一些计划 可以分享一下 嗯 接下来就是 会有更多的单曲 对组成一个专辑 然后还有一个演唱会 对组成一个专辑 因为往年都是生日会 对吧 可能今年更想去做一个演唱会 所以就 今年可能就没有生日会了 可能会在10月的中下旬 有一个演唱会 跟大家见面 想了解大家 会不会选择翻唱一遍 应该也会有cover 对 多种歌会考虑到你了 哦 最近已经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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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当然是不回忆了 欢迎大家来看一下 中三金三 就要上线 然后这次 听说是甚至当的 金牌经理 或者是在什么包围 你给我一种动力 就是去做好这个 餐厅的大堂部分 更多的就是一种 在激励自己 因为其实也没做过 大堂经理 需要做的事情都比较的 生疏也都没做过 所以这次也算是 还金牌经理的路上走路 你觉得服务服务服务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让客人觉得 来你家餐厅吃饭 是一种很欢乐的事情 来一次之后 还想来第二次的感觉 还没有上线 就已经上线了 就已经上线了 这么多人了 然后很多人觉得 你俩还是有CP感 就会不会出开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 长得好看的人 可能都有CP感 当然我们俩可能就是 我们俩就是长得好看的 姐姐跟弟弟 你之中有没有发生过 这比较难忘的事情 就中间有一次 牌涛哥跟孟神姐来了 嗯 就是当时在为 帮牌涛哥策合孟神姐 生日要怎么给他庆祝 大家各出其招 就蛮有意思的 你想什么招 节目去看吧 节目去看吧 你能有一些技巧 是你第二次的时候 总结出来这些经典 还能到这一次 嗯 嗯 其实这一季呢 很多的就是一些 我的想法都来自于第二季了 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 小小那么的建议给大家 第二季经历过嘛 所以大概知道 是什么样子的 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来 来嘛 可能他们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这么严肃开餐厅的人 这一季其实就很少了 主要这一季就是很很正常的食物 没有像上街什么章鱼 这样 章鱼 就问他们要不要吃辣 首先 那些 你知道他们的口味 是喜欢吃酸甜口味的 还是说什么什么口味的 不懂你说英文 不懂 不懂 那就有三一期有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 所以你会用一些知识的软件 因为其实这些用知识 很难 万一你没有 会错他的意思 那你上了一个 不和他口味的菜 就比较麻烦 你自己要点这个菜 你觉得不和口味 那就换一个菜点 吃不惯 吃不惯 你就再点一份 还点个其他的 那些都是大厨炒的菜 对 因为我们这季有一个大厨 所以说都是他做的菜 其实很少有说 客人有说 这个菜上的味道 不合他们口味的 因为中国味道就是 是无可挑剔的 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应该 都是能够接受的吧 就是我们的菜 不会说很极端 就是可能这个 只能什么什么接受 那不是这个朋友 你有学到一些菜 是怎么做的 你回来都自己做吗 其实我每次落完 中餐厅回来 都不会做菜的 都是会远离厨房 对 因为每天见到厨房真的很累 就每次录完之后的 大概一两个星期吧 都不太会进厨房 最近为什么 可以去白了 训练在别人演唱会 去别人演唱会 就可以看到 别人是怎么开演唱会 去偷学 那平时怎么会去 你开演唱会 就广告 对啊 我看是大三了 就已经成为学校一次的学长 然后现在 到这个大学 有最新的时间内心的工作 然后再去做一下 就 好好享受校园生活 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就四年很短 很多人就是发现 毕业工作都会 很怀念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又很怀念工作 就是开个玩笑 就是尽量去享受生活 毕业了之后 大家就没有那么多精力 或者没有那么多空间 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对 目前开的最顺手的车型 我只开过我自己的车 所以很局限 那你想尝试的吧 这个世界上车型不就越野车叫车 这种 最想尝试的速度 就交通法规规定什么速度 就开什么速度 想 就是说哎哟想 想像是想的 我都不敢想 想都不敢想 不能触犯到交通法规 有个专业的 有个专业的地方 可以开到我 太危险 为了睡懒觉 用过最扯的理由是什么 我的世界里睡懒觉是没有 不需要理由 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什么 这是一个秘密 最期待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我要斟酌一下 最期待的礼物 买手办 最近你觉得看完自己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买手办 这有迷上什么手办 没有迷上什么 其实只是在买孩子玩手边而已 对 一直喜欢你做的新粉上的粉丝书 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去听这次的新歌生长 然后 看一看 去听一听 我眼中的大家是什么样子 包括我想对大家说的话是什么话 对 那我们就 生长上见